我也看過平常人家 然後娶了一個非常有錢的財團 那個也是國際型的那種大財團的女兒 後來因為這男人表現非常好 所以這個大老闆的兒子 表現不怎麼樣的時候 這個女婿真的takeover很多事情 所以其實我覺得男生娶豪門的女兒的話 基本上壓力比較小 可是她的唯一的守則 就是不能在外面亂搞 你懂我意思 你不可以鬧匪 我們不可以怎麼樣 否則如果連這個公主都翻臉的話 那麼你就很難立足 逐出家門 可是她們還是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所以還是基本上是一個很不平等的 可是我要講一個有趣的事情 這頂心家的小姐 是從小爸爸就非常非常的有錢 還是等到她長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她爸爸才有錢 這樣的公主是非常不一樣的 你懂我意思 那種從小嬌生慣養的女兒 跟爸爸到後來的時候才有錢起來 然後才榮華富貴的這種小姐 服侍這種小姐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她還在讓我想起陳姓瑜 對不對 她也是在中間的時候 她爸爸變成總統的 然後嫁給了趙建民 威佳的家世好是後面這15年 1995年以後 這15年 她是在198幾年 就是到中國大陸之後 然後才比較好的 因為她原來在鼎心清香油的時代 其實財力不怎麼樣 這個公主不是從小嬌生慣養的 沒錯 所以這對夫妻就比較容易 可以白頭偕老對不對 因為這個公主不是從小 就是含著金湯匙長大的時候 她比較像平常人家養大的習慣 也因此會跟這一個洪先生呢 他們兩個有一些價值觀 跟一些相對的背景會比較類似 所以祝福他們兩個白頭偕老 真的 這一對新人長得還真像 有沒有 好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還有夫妻臉 還有夫妻臉 但是我之前說過 夫妻臉不能互補 可是他們兩個長相是屬於千和平實 不與人爭鬥的 比他 有沒有 兩頰肥厚 嘴寬 是屬於千和的 所以兩個相處起來 就像你們所說很低調 很多是不與人爭 那包括以他的長相要入罪他也願意 那你看他這個天庭有沒有 不開闊又內縮 所以看起來是有長輩人 可是跟父母的緣分 不見得能幫忙多少 所以這兩個將來還是一樣 幸福甜美 靠自己拼啦 對對對 比較實在 那同時呢 我們這個幫這麼多豪門錦上天的話 我們要為一般的觀眾 來做個雪中送炭的一個小禮物好不好 好 我們最快的速度跟大家講一下 明年如果你是四十一年次 五十一年次 三十一年次的 你本身來說 你的子女公有入存 代表你的小孩子有喜事 那麼你就可以多多斟酌一下 有喜事 對 就是當阿嬤當之類的 取襲招敘 穿金帶銀 如果你是屬龍或屬狗的話 因為你的紅藍跟天喜 也座落在你的子女公 那生子女也是代表一種喜事 紅藍天喜 叫做寒一弄孫 雞不可施 這是好機會喔 最屬狗的人2010年 老狗跟老龍機會更大了 必須要你把他去隔一下 那三十五四十五五十五 三十六四十六五十六 因為天葵天月座落在子女公裡面 代表你的子女會找年紀大的人 來完成婚事的機會 或就由年長者來介紹 像侯貝成那樣子的 我們稱為寒寒大寺 積金帶銀 其實就是農曆八月跟十二月生的 左府右臂的吉星高照子女公 代表你的小孩子有喜事 什麼喜事呢 就是喜事成雙 雙喜臨門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徵兆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 中午一點到三點生的 跟晚上九點到十一點生的 因為文昌文曲在你的子女公 代表遊子登科報德美人 就是正好明年你的小孩子 考上律師啦 年年就是今年嘛 對 就虎年嘛 那麼就代表她得到好的執照 那得這個經濟景氣要好轉才可以 正好她因此而貴 子女後代有喜事的意思 好強 對啊 那千金小姐愛上平凡男的例子 其實從日本皇室就有啦 有啊 那個親子小姐 也是嫁了之後就變成平民啊 可是我覺得要看情況 因為大部分都還是 你看其實都還是門當戶對 不然就是老爸清點 就像大家印象比較深的 長榮就是鄭森池 鄭森池那時候是張榮發自己清點說 這個年輕人不錯 然後呢 甚至呢 要點他來當接班人 好 那另外呢 後來沒有啊 還是給兒子啊 後來就輾轉這樣子 就是轉變這麼多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這裡有一個製造品有點久 就是大家可能現在比較少看到了 就是以前亞視集團就是環芽百貨 大家以前知道一個漂亮的公主 鄭棉棉 鄭棉棉那時候也是被選就是門當戶對 找了那個周百戀的孫子 她的老公叫楊夢玲 就是兩個人也算是門當戶對 可是我曾經訪問過楊夢玲 就說 這樣子當這樣的駙馬爺 就是當那個亞視集團的駙馬爺 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有啊 他每次去KTV都把他唱這首 綿綿的青山 萬里長牙 她真的壓力很大 很遠的 因為她有一次就是 我這裡寫 亞視集團在風雨中飄搖的時候 她是含著淚水在接受我的訪問 因為壓力真的很大 就是那時候風雨飄搖 你說 駙馬爺壓力很大 駙馬爺 對 因為她覺得可能會扛不住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標準 就是那個公主 就是台灣公營的公主 那個洛宜君 大家有沒有印象 因為這場婚禮 現在已經 這個就是只能成追憶了 因為這場婚禮 在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媒體都很矚目 就是駙馬爺君結婚 然後他的老公 是大法官的兒子 那兩個人 你知道那時候駱瑾明說 我呢 現在沒人敢欺負我了 因為我的傾家是大法官 也算是門單位 又有門神了 對 又有門神 只是說因為 就是不同的社經地位 可是呢 後來他們兩個結婚大概半年 就是因為 一個在 一個在商業界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他在金融界 那在金融界的話 可能應酬也比較多 那 比較活潑 就後來兩個人 大概結婚半年 就受不了了 就離婚了 問一下 就是說 其實很多豪門的女婿 跟這個月葬的關係 是時好時壞 他也有可能 也有些女婿後來就受不了 也就選擇離開 也有啊 像那個高清 高清怨 高清怨就是他女兒 這個羅志軒是第二個老公 那他高清怨是為了讓他的女兒 我覺得是療情商 所以特別找了一個他覺得最好的男人 來讓女兒覺得既可以幫助家裡的事業 又可以成為非常好的老公這樣子 對 他真的是扮演得很好 因為高清怨沒有兒子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把棒子都交給這女婿 這女婿也很好 其實豪門女婿 比豪門媳婦的辛苦絕對不亞裔 不亞裔 因為你第一個 你也不能真的出風頭 然後你除了伺候那個月葬月母之外 你伺候老婆也是要真的藝術 所以那個豪門的叫女婿 其實辛苦絕對是超過 我不曉得這樣有沒有安慰到 所有的觀眾朋友 除了我們的老公賺沒人多 不過我們吃飯不用看他的面線 對 對 我們煮什麼 你就吃就對了 對啊 好 幸運的收看 祝你晚安